好,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课,6月3日,星期四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上传你们的作业 要不然怕累积太多了 那老师要给你们看看,帮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 那请你来看,这个是我们6月3日上课的这个网站的页面 好,那你就往下拉 好,这个都是上课内容 我们先跳过去 我们假设你都上完课了 那呢,我们这一次要做小口试 那在课本就是6页 那假设你也已经做了 那我们今天的作业,Workbook 好,那你都,假设你都完成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示范怎么样上传作业 来,我们先看注意事项 三到六年级的小朋友都有上传作业跟小口试 你的习作跟练习部,小考部呢 必须含家长签名 这三种纸本的作业呢 每左右两页一起拍照一个图片档 好,你不要一页拍一个图片档 这样档案太多了 好,小口试就是一个录音档 所以你在做小口试的时候 请你音量要够大够清楚 好,那第三个步骤 上传这个图片档跟录音档之前 请你自己先检查好 以免不清楚老师没办法打分数 而会要求你重做 好,那注意事项就是这些 好,那我们现在示范一次给你看哦 好,下面的连结点进去 好,这个上传呢 你也可以用手机 其实用手机会更方便 因为你拍完照 就照片在手机里面 你就可以马上上传了 好,那你看 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呢,也是一样啊 请你填班级座号姓名 然后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上传席作 21到22页 所以你要按照这个哦 好,你要按照这个 他说的页码来上传作业 因为你不要上传错了 因为老师呢 都会分类 好,会这个 Google的表单 他会自动分类好 好,全班好 21到22页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不要放错了 你如果放错的话 这样老师很麻烦 好,要看很麻烦 好,上传席作在这边 好,然后我们5月20号的作业 也请你补上传 都是习作 好,然后呢 小考步 好,请你家长签名完 订证完,家长签名完 这是5月27号作业 好,再把它拍照上传 那如果全队的小朋友呢 如果你考100分的小朋友 你就拍一个自己的站母子 好,你就拍自己的站母子 传上来 好,因为 你说老师为什么我全队 还要这么麻烦拍照 好,因为我们这个上传的作业是B帖 你每一个上传的档案都要准备好 都要上传上来 所以如果考100分的人 你就不需要订证小考步啊 那你就传一个赞母子嘛 好,给自己按个赞 好不好 好,然后呢 再来 这边是小口式 就是你可以的话用手机啊 录音起来 然后它有个录音档 也是这样子 按下去就可以上传了 好,那 呃,这边也是一样 给老师一点上课的小回馈 好,那我来试一次啊 假如说我这样子 嗯,按这个 我都示范一次好了 值本作业的 因为老师这个是电脑版 那其实跟你的手机版也会非常像 你看它这边说 选取装置上的档案 好,你就再按下去 那如果是手机里面的 就是你的照片档 好 那现在是老师是电脑啦 好,那 我就 随便传一个照片 好,假设说这是作业嘛 把它传上来 好 点下去之后 按 开启 然后那就会 你看它很快哦 哎呦 反正老师这个电脑有点慢 好,没关系 反正它就是会上传完 好 就是 哦 老师忘了按上传 好,按上传 那看 上传OK了 你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图片出现 好,小小图片出现 好,那假设说我来示范 小口试好了 那小口试是录音档 跟我们的作业图片档不一样 好 那老师都设定好了 来 好,要音档才可以哦 好,音档 好,我也是随便选一个 好,假设老师随便选一个 好,这边好,这边就是一首歌的音档 档案太大了 可能档案会很大 然后再按上传 好,就还蛮快的 好,这样子,你看 好,这样音档就OK了 好,那最后最后再按提交 好,所以说你在上传之前一定先把这些作业都准备好 然后拍照拍好 好,这几个档案都拍照拍好 录音录好 然后你再来按这个上传的连结 好,这样子呢 好,就不会有所遗漏 OK,好,希望呢 大家都使用得很顺利 现在目前这个四年级,六年级都不错 好,希望五年级很棒